这个是彩虹熊 这是一颗 一般咱们这种 像这个是黄熊 像这样的是黄熊 这个是绿熊 它就是集白熊 像这个部位它是白熊 这个部位它是黄锦 这个是黄熊 这是绿熊 它叫彩虹熊 集少 就这一颗就是好多颜色 它是三种熊集在一起了 所以叫彩虹熊 所以价位是特别高的 像这盘150 这盘啊 彩虹它就是好几种状态 都在这里 对 绿熊 黄熊 白熊 它是集了这三种熊 集在一身的 这就是一整颗 你看它不是说咱们那个 它不是说咱们拼在一起的 这是一颗 是一个整颗的根 是一整颗 它是长了这三种熊 所以价格比较昂贵 身价高一点 这个是白熊 这一块都是白熊 这像这个黄色出黄色锦的 这个是黄熊 而这边没有锦的 这个是绿熊 熊主要是看它的爪子 厚厚的特别猛 熊到夏天啊 很多顾客都认为 熊到夏天就死了 叶子就落了 第一养熊 夏天不要碰它的叶子 因为它夏天是彻底休眠 不是半休眠状态 是彻底就休眠了 不要碰它的叶子 一碰就都掉了 完了咱们就给它断水 尽可能的一下天都不浇水 叶子掉了也不要把它扔掉 它其实没死 秋天那时候一给水 它苏醒过来 就马上长新的叶子了 可能大家都认为 这两个是叫黄熊吗 这两个是绿熊 绿熊就是除状态的 对 这个是黄熊 怎么能看这个黄熊 黄熊就是它上边 你看 有这个黄颜色 出锦的 不规则的这种 有的有有的没有 这个就是不规则的锦 如果是硬药的那种 就是特规则的 这个就是黄熊 小白熊可能都没有了 你的熊 这小熊感也这么多种 小熊是很畅生的 你看这多厚 这小肉 这爪的真厚 这个真漂亮 彩虹形 彩虹形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